这个衣服是你们那边的传统服装吧 说起我这个衣服还是有故事的 因为在我两个月大的时候 我被抱养 就是被我现在的养父母抱养回家 我抱回来的时候 就是用男话画布包着的 所以我就在我每次演出的时候 都会穿这样的一身衣服 因为我在我的生母家是第三个女儿 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在我父母去上班的时候 我奶奶就把我送人了 回来以后我妈妈发现我被送人了 她就哭得特别伤心 那时候是十二月份大雪纷飞 在大平原上 雪可能能埋到膝盖这里 所以我母亲就离家出走了 而且是在晚上 我爸爸就把邻居都叫起来 拿着锄头和铁锹 然后买平原去找我母亲 他怕我母亲想不开 后来我爸爸就把我妈妈找回来了 被送走是悲 但是也尝试着找过你 也后来也找我了 主要是我母亲 我母亲她后来也没有再生孩子 她怕生下来又是女孩 又被送人 就会很伤心 还有一个原因是 在我出生第二年的时候 我的亲生父亲 她就得了一种病 因为没有得到 及时的治疗 她就去世了 所以后来 我母亲 后来她也知道了 我被抱养的人家 她来的时候 她发现我的养父母 对我非常的疼爱 非常的好 所以她也不愿意 打破我这种平静的生活 我在这边是一个完整的家 所以我们就没有相认 你跟你生父应该没见过吧 见过 没有 就是第二年 也就是我一岁多的时候 那你都不记得 当然这些事情 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你送得远不远 两个村子就两公里路 走路就是二十半个小时吧 就是不远 这样的距离不远 那你的生母和养母 两个家庭的经济条件 相差很大吗 因为我的生母 她以前在伦村的时候 她是小学教师 她后来就到了县城里去上班 去工作了 所以经济条件就略比 在伦村的养父养母家 要好一些 因为我的养父 她就是她的高度近视 我的养母呢 她是耳朵听力有点障碍 而且她们没有什么文化 我的养母 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 可是她非常的善良 后来因为养父养母抱养我以后 他们有了一个男孩 有了一个女孩 所以我们一家五口人 要睡到一个大炕上 而且这个大炕到冬天时候 烧暖以后 就只有席子 连被扑的褥子都没有 所以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差 但是后来因为我上学 所以我生母就提出来 要把我带到县城里 给我更好的条件 因为我很喜欢唱歌 我的养父养母 也希望能够让我得到好的教育 不要耽搁我的天父 所以两个母亲 她们就共同来抚养我 很高兴 她是带着一种温暖的笑容 来描述这段往事 我倒是很幸福 因为在我上小学的时候 伦村的教室都特别地冷 好像是八面透风 可是我的亲生母亲 她有时候 她会去偷偷地去看我 她就趴在窗台上 有时候看我 可能要看一节课 然后给我写一封信 这些我都不知道 她会给我写一封信 然后再留几十块钱 让同学转交给我 因为我母亲 她也心里有顾虑 怕我的养父养母知道 他们心里会不舒服 所以我们也没有相认 那个时候 这就是把不幸化为了幸运 彼此都会更加尊重 对方的感受 所以才会提出和养母 共同地来抚养 对 因为我在养父养母家 我的养父养母 为了供我上异校 都是想着要砸锅卖铁 在那样的艰苦的环境下 他们能够供养一个 抱养来的孩子 而且是在农村 而且后面还有了孩子 而且是在学唱歌 对 后面还有孩子 春节的时候 都会给我买漂亮的衣服 弟弟妹妹能不买就不买 就这样 他们想着砸锅卖铁 然后攒几个月的钱 才能够给我买一个 儿童电子琴 而且送我去上异校的时候 我现在我记得特别清楚 九百块钱 要用手券包这么厚 因为有五毛 还有一毛 就是这样的养父养母 为了实现我歌唱的梦 就这样把我送出去 那你什么时候知道 你是被抱养的 其实我从小就知道 我是抱养的 但是我的养母 一直没有告诉我 有一次我淘气 惹我母亲生气 她把我打了一顿 然后我就跑出家了 跑出家以后 我妈妈把我追回来 她就给我 一边就给我梳头 她的眼泪就滴答滴答地 滴到我的头上 她就边哭边梳头 就给我说 你是被抱养的 所以那个课我才知道 真正的确定 我真的是抱养的 这个被两个妈妈爱着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我想这种幸福 就像每个人 都很爱自己的母亲 当你感觉到母亲 那种温暖 那种爱的时候 而在我身上 是双倍的 双倍 是的 是什么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